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么一说好像确实有点设计回归生活那味了 并且素皮材质摸起来也增添了一些实物感 杏色的配色则给人非常温和舒适的视觉感受 背面独特的起伏效果 来源于真我GT大师探索版所采用业界领先的3D素皮工艺 让传统沉闷的素皮变得灵活有形起来 磨砂的金属中框衔接自然 摄像头的金属环设计令整个模组显得更加精致 同时镶嵌在素皮中的金属logo无缝平滑 再加上深则职人老师的签名 瞬间将质感拉满 有同学看到这就要问了 前两代大师系列的洋葱白蒜水泥红砖代表的是回归生活 那么这次真我GT大师探索版的旅行箱又意味着什么呢 本凡认为既然是旅行箱 那么应该就意味着回归自然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 当然了这也只是我的一己之见 大师的想法真的这么简单吗 想要看懂这款产品背后的设计理念 首先就要知道身责职人的设计理念 大师认为设计是为了增加人与物 人与环境之间的联系 以身责之人最经典设计产品 拉绳壁挂CD机为例 将最传统的拉绳开关和CD机结合在一起 不用多说你就知道如何操作 最重要的是看到它 你就能联想起多少年前 狂拉拉绳开关被爸妈爆打的那个晚上 而一个设计能让你产生联想 这就叫做通感 真我GT大师探索版的旅行箱设计 在兼顾了独特的设计感同时 还能让你一看到它就想到了旅行 就能想到旅行途中的美妙时刻 这就叫通感美学 除了旅行箱版 我们还拿到了真我GT大师探索版的雪山配色 纯白色在AG磨砂玻璃的辅助下 显得纯净有质感 前后的双曲面与金属中框的衔接得当 整体的做工和品质都十分在线 得益于特殊的AF镀膜工艺 这款真我GT大师探索版的抗油抗指纹效果非常强 简直是硫酸手的福音 真我GT大师探索版的正面 采用了一块三星AMOLED柔性屏 相对比这个段位常见的硬屏 柔性屏更加轻薄 对控制机身重量有很好的作用 分辨率为2400x1080 支持120Hz屏幕刷新率 不管是游戏还是娱乐 都有顺滑跟手的表现 在色彩显示上 支持100%的NTSC和100%的P3色域显示 色彩表现非常丰富 并且支持HDR10加的认证 在播放一些HDR视频时 能够显示更加清晰生动的画面 另外采用COP封装工艺 更小机身正面更好看 真我GT大师探索版的前后 都有环境光传感器 并且支持10240级的亮度等级调节 能够根据手机所处的环境 更智能顺滑的调节屏幕亮度 避免了白天看不见 晚上亮瞎眼的情况出现 不仅如此 还支持了今年少有的DC调光 绝对可以称得上是realme的屏幕巅峰了 真我GT大师探索版 采用了一颗3200万像素的前置摄像头 后置系统左右一颗5000万像素的主摄 一颗1600万像素的超广镜头 以及一颗微距镜头组成 主摄采用的是和OPPO Find X3 Pro 搭载的同款IMX766传摆器 拥有1比1.56英寸的大底 单个像素面积为1.0μm 大底传感器的好处就在于进光量的提升 在弱光的环境下具有天然的硬件优势 并且支持OLS光学防抖 在夜景拍照上效果就会更好 接下来我们就看一看 真我GT大师探索版的拍照表现 同时拉来小米11作为对比 在白天的场景下 真我GT大师探索版整体的色彩风格 非常讨好眼球 尤其是在5000万像素的帮助下 解析力上的表现非常优秀 远处建筑物的细节轮廓 能够很好地还原出来 接下来看一看超广镜头 真我GT大师探索版的超广镜头 在整体画质上的表现还是不错的 微距镜头拍一些夜脉花蕊等微小物体 还是非常有趣的 由于白天光线充足 两款机型对于光线的捕捉效果 用肉眼实在是看不出太大差距 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 聚焦在夜间的拍摄表现上 从样张中我们可以看出 真我GT大师探索版 对于夜景的亮度优化比较适中 为出现狂拉ISO 把黑夜拍成白天的情况 整个夜景的成像表现清晰自然 没有过多的涂抹感 得益于1比1.56英寸的大底 样张的暗部细节也能很好的还原出来 在夜拍的场景下 可以说IMX766的优势十分明显 比如明暗对比强烈的部分 真我GT大师探索版 在压制高光上的表现非常优秀 除了主摄之外 真我GT大师探索版的超广 同样支持超级夜景模式 不过整体表现相比较主摄 并没有那么优秀 但是拍一些绚丽多彩的城市夜景 还是绰绰有余的 除了常规的拍摄 真我GT大师探索版 这次加入了更多的摄影玩法 比如在年轻人中十分流行的街拍 realme这次就独家推出了街头摄影模式 也就是我们说的 扫机 在吸屏状态下 双肌音量键就可以快速进入街头摄影模式 同时支持DIS超轻抓拍功能 最高支持50脸拍 能够准确地抓住哪一瞬间的精彩 同时realme还为街拍场景定制了三款全新的风格滤镜 让街拍的出片率更高 秒变街拍大师 总体来看 真我GT大师探索版 在影像方面的表现 绝对称得上是大师级 不仅在夜景拍摄方面有着不俗的表现 街头摄影 星空模式的加入 也为我们的拍照增添了几分乐趣 一提到GT两个字 大多数人可能会联想到性能和速度 这次真我GT大师探索版 在性能配置上也毫不含糊 搭载高通骁龙870 相较于高通骁龙865来说 CPU GPU的性能表现上均有提升 废话不多说 我们看一下在游戏中的实战表现吧 开启GT系列独有的GT模式之后 和平基因平均帧率稳定在89到90帧之间 而在以高能耗为著名的游戏原神中 最高画质下就有点牵强了 平均帧数为47.3 卡顿率为3.11% 如果将画质切换为中等之后 就会好很多 虽然极限帧率可能不如888 但是可以感觉到 骁龙870更加稳定持久 另外 真我GT大师探索版的内部 还采用了VC液冷散热 在长时间的高性能运行状态下 也能够保持良好的散热效果 以上测试不难看出 真我GT大师探索版 在游戏体验方面还是非常不错的 骁龙870移动平台 在性能方面绝对称得上是旗舰级别 而且优秀的功耗控制 非常适合这个炎热的夏天 真我GT大师探索版 内置4500毫安时的电池 并且支持65瓦闪充 在续航方面 经过皇家评测三小时续航模型测试 累计耗电量为36% 整体表现不错 基本满足一天的正常使用 而在充电速度上 经过我的测试 从零充至满 只需30分钟左右 并且全程都以高功耗的状态充电 在皇家评测数据库中 同档位机型排名第二 早上花10分钟洗漱的时间 就能充一半的电量 以这样的充电速度来看 出门在外随身带一个充电头 电量焦虑什么的 也都基本不存在了 这次realme真我GT大师探索版 不仅有着大师级的设计 在拍照性能等方面 都有着不俗的表现 可以说是一款拍照很牛的品质旗舰 首先在设计上 依然由深泽之人操刀 基于通感美学的设计理念 结合旅行箱的设计灵感 让人能回忆起旅行的感觉 并且素皮和金属中框的结合 能让整体的质感更上一层 如果说大家是更喜欢玻璃材质的 那么这次realme真我GT大师系列 也推出了AG玻璃的材质 能够满足不同品位的消费者需求 当然了 审美这东西 1000个人里面可能就有1001种看法 你看到的是旅行箱 我看到的可能就是行李箱 你想到的是美好的旅行 而我想到的可能就是又要出差了 滑开设计不谈 真我GT大师探索板 在表现上也称了上是大师级 在拍照性能续航方面都有着不错的表现 真正做到了感愿级的体验 如果大家也像本番一样 喜欢拍照 喜欢旅行 喜欢探索未知 那么相信真我GT大师探索板 精神的外观和优秀的影像能力 一定能够深深的打弄你们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本期 皇家评测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大家觉得这期内容还不错的话 别忘了点个赞再走 我是一帆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